各位 我們要看一個現實的問題 今時今日中共是相當強大的 是吧 在經濟上 在軍隊上 在武警和公安的警察是相當強大的 我們香港如果真的要鎮壓我們是很容易的 可以搞到我們都不敢出街 現在過去一段時間都是這樣 今天中共這個體制它是一定要控制我們 我們香港可以幫它賺很多外匯 它就不可以沒有了香港 現在這樣控制了它覺得它還可以賺多些 長遠來說當然沒有了 你整整一下我們那些三彈的計劃 都死了 終點了三彈 所以我就覺得 但是它就一定要控制住香港 它說那些什麼 留到不留人的那些 全部都是多餘的 你找人來就找他 你找到人去香港 你找到顏色 我都餓死他 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們有我們的特別的情況 我們有特別的求生的技能 我們懂得怎麼樣 我們打的工 它是代替不了的 根本它那些是叫做聽話工 它一講下來就要聽話去做 但是我們香港人那種叫做靈活處理 懂得執生的 所以它看不到的 但是一天共產黨存在 就算不在香港 就算它在深圳邊境那裡 我們都是一種威脅 我們又如果香港要長治救安 一定要沒有共產黨 現在我看到全世界形勢大家要看一看 當然 習近平剛才跟拜登開會 這些是表面的東西 大家都說 好來好去 實際那個矛盾是相當深的 而且那個矛盾不僅是美國和中國之間 大陸周圍的國家 日本、韓國、台灣 我們香港 一路圍著中國的國家 那些人 他們非常的反共 看到日本也是 我現在是日本 日本現在對共產黨那種 就是和兩年前完全是相反 兩年前還有很多人 因為大陸的市場大 大陸的遊客來這裡 都光顧他們 他們的引起騰職 現在沒有了 現在整個日本都在準備要和中共打仗 這個只有去到這個程度 不是說只是敵對 因為中共講了很多次要武統台灣 日本就知道了 如果台灣被中共統一了 日本所有的貨 去東南華的貨 去歐洲的貨 基本上被它倒死了 所以日本反華的情況就非常嚴重 所以你說 不要說我們香港 如果有中共 我們香港不能光復 日本有中共 日本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中共一步一步踩過來的 一步一步踩過來的 整個東南華 有中共的話 就是沒有安全感 台灣就肯定沒有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呢 雖然我們香港很小 沒有特別的能力 但是我們在外國 我們很出名的 我們在香港 所有人來到香港都很喜歡香港 以前很多人來過香港 我們一定要表示 和外國表示 這個是不可以 現在有時候呢 你看到拜登 講講話都漏了香港 都不開始忘記了香港了 很多國家 我們一定要保持它們 因為將來呢 現在實際上 現在全世界是一盤很大的危機 美國 和其他日本 其他人在想辦法 在圍著中共 我看俄羅斯那場仗就玩完了 所以將來中共沒有了俄羅斯的靠山 沒有了俄羅斯的靠山 俄羅斯 你看著 普京玩不了多久 即使你一改了之後 俄羅斯會變成一個親西方的國家 那麼它的石油 天面器那些東西 未必可以直接供給大陸 如果大陸不聽話的話 所以這個後盾 俄羅斯原本是中共的後盾 現在這件事情在消失著 在變化著 所以這個 你看這個形勢 全世界基本上在圍著中共 在包圍著它 但是中共也以為它在圍著美國 你看看現在巴西選出來的總統 接著西歐都很親中共 但是它又在做著 但是當然它有少少 就不是少少 它有很多誤判 中共有誤判 我自己看得太大 我對方看得很弱 對方不是沒問題 對方就是美國 都是相當多的問題 但是呢 人家的底厚 人家可以虧一兩代 但是中共那裡現在天天在消耗著 消耗著它的生意 消耗著它的資源 現在中共呢 現在這樣下去呢 只會中共越來越弱 它想搞定房地產都不行 因為跌得太快 整個經濟呢 就下沉得太快 它救不了 而且共產黨那套東西呢 很淪盡的 所有政府的東西都很淪盡 要求政府來救經濟 是很淪盡的東西 最好經濟就是由自己 由所有人民自己 如果太平沒有事的話 消費力什麼都來了 它現在這個清零的政策 在大陸造成整個消費市場 沒有辦法起動 影響出口 影響出口 現在美國就在晶片制裁它 變了它很多比較可以值錢的製品 它根本就出不了 買不到 遲早就買不到晶片 實際上現在最強 大陸最強的哪一種呢 就是電動車 電動車 電動車裡面有電池 它的電池很強 那家寧德非常之成功 那家現在全世界差不多 最有潛力 而且最大的汽車電池廠 它造出來的電池 可以快充電 而且可以儲電 基本上是多一整倍的 那這件事呢 它這個是武器 殺傷武器 很大的殺傷武器 因為全世界都打算走電動車 而且那些電池 不是直接電 就是有用的 很多小區 很多家裡 家裡你比如裝了太陽能板 那些電池要煮起它 如果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住在這裡 將來自己用回 那這個就是差不多 可以說那些設備要錢 但是電本身的能源就不用錢了 譬如你可以幫助到你家裡一半就行 那你只有一半 你就是網上的快點 你平時一個月 譬如香港我們不少錢 一千元一個月 一千元如果限了一半 那就很厲害了 現在這個全世界都在走向這件事 那大陸這個電池 這家裡的電池就是很殺死 另外它的太陽能板很殺死 美國在制裁著 但是它知道它制裁的過程當中 遲早都是 因為外國沒有 沒有代替品 所以遲早都要放的 只不過是坦白問題 那這個 這家寧德電池和大陸的太陽能板 這兩樣東西 所以現在都沒有它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所以它也有它的強勢 它不是我們希望它這麼弱 我們希望它弱的當然是搶殘他的 但是實際它的確是很有弱勢 美國現在這個晶片有個辦法 如果不給它晶片 它在大幅度降低 整個生產會會大幅度降低 很多新的事情它不能做 那世界其他你一直趕上來 趕到最後大陸的經濟都不是那麼大的 比較全世界來說都是26%左右 還有人家全世界現在 就是自由世界戰勝差不多 60% 所以它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跟中共競爭 但是我們香港人 香港沒有前途 現在如果是這樣下去就沒有前途 一定要供中共去了中共 消滅了中共 香港才會有前途 所以我來到美國 兩年半次我來到美國 就要求美國把中共定位犯罪集團 定位犯罪集團 你不可以跟它做生意 簽什麼合同都不行 這個我明年一月拿出來做 有希望的 現在美國議會不等於美國的白宮 美國白宮有一定的希望有少少 就是三六下手 因為白宮很多錢 捐錢給它那些 跟大陸還是有關係的 那些公司還是跟大陸有關係的 所以白宮就比較有少少保留 對中共有保留 但是國會美國人民 美國國會他們就沒有用 他們就是看著中共所作所為 他們沒有保留 所以他們會辣一些法 就是那樣 就是那樣 中共就是一個犯罪集團 一個全世界最大的犯罪集團 全世界不應該跟我做生意 那樣東西我就會在華盛頓 明年開始 他們1月3號至4號 就開始上任 我們在那邊 就做遊說工作 做遊說工作 英國都是看著美國的了 是吧? 如果美國強的話 英國都會跟 但是其他國家我們要做 就是要求 做那個要求其他的國會 英國 歐洲 加拿大 澳洲 譬如印度那些國會 我們要求支持我們 支持我們所謂的公投自決 和香港議會 有一個這樣的組織 這是一件事 公投自決和香港議會是一件事 就是讓我們可以自己主持 現在的立法會 大家清楚了 現在的特首 大家清楚了 怎麼選出來 我不用說了 我們一定要自己要選自己的代表 什麼體制的話 我們將來 由他們的代表來設計一個體制 是適合我們香港人的 這個就是我們長期要做的事情 我們都在爭取著 不是這麼快 明顯我們一步一步來 但是起碼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我們知道是愛國政府 不是 愛國國會是非常支持 我的政府還沒敢動 因為他們對中共的利益 中共的市場是什麼 還是有保留 但是我國會絕對支持 國會是代表人民 國會定的決議 比如支持香港公投自決 這個政府不能違反的 實際差不多等於立法 立法就是等於政府要做的政策 我們現在開始在準備 明顯開始推出這些事情 全世界怎樣推這個公投自決 香港議會它支持我們 然後我們正式在設計一個 可以安全保密的投票系統 如果做得到這個 我們就可以開始 要有耐性 這些不是說做就做 不是這麼簡單的 這些全部要深思熟慮 很多很多細節 跟安全有關係的 要做事情 很多人在做事情 我們全世界 澳洲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我們不斷在這裡 大家在籌備著 就不可以這些東西 不可以全部公開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我們正在做很多很多事情 這方面 講到最後 我們香港人 要光復香港 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的議會 我們有自己 我們選出來的特首 我們要我們自己覺得對的體制 什麼體制適合我們 將來要我們自己設計出來的政府 當然很多部門一樣 但是那個政府怎麼樣 誰跟誰服 誰領導 誰 怎麼三權分立 是我們的事 絕對不可以做大陸那一套東西 三權合作 那一套東西就破壞了法治 現在是破壞了自由和沒有民主的那一套東西 我今天就想講到這裡 一定要消滅中共 我們覺得好像說出來的這些東西 好像推翻政府 消滅中共好像大疫不渡 很多人不敢跟我們一起 很多香港現在出來了 英國 美國 很多出來不敢跟我們一起 因為我說的話 就是一定要走這個方向 要公民 公投自決 都不獨立 當時由這個議會來決定 就不是由我來決定 可能是獨立 可能是參加英聯邦 甚至可能參加中共都可以的 中共可能那個時候已經是聯邦了 還有 還有 或者由共和國監管 很多可能性 就是由議會來決定 所以這個我今天就是想講這個東西 但是一天中共在 我們搞什麼都是廢的 但是現在做準備工作 不斷做準備工作 中共現在看到了 你們看到了 很多事情都會都說不用了 就這樣會去打 And— 我然後現在去打電話 男人 和你做主意的ничädour 我倒是吃太多好這次的 涉及的火動我的 日蝶問題 米是下一步 的那個人 就是以前的疫情 過去兩、三年的疫情 搞到全世界就終於叫做元氣大傷 所以現在這個要有一個過程恢復 但是中共的恢復是難很多的 因為它現在很多東西出口已經開始 看到那些廠就走了 你看到富士通 這次被鄭州那樣搞搞 又說你封那樣 封那樣 沒辦法 完成不了訂單 現在它大量搬去印度那邊 印度那邊 我都知道它那邊在建很多床 想做晶片 你想想 年本富士通 整個生意都在大陸 用幾十萬人 現在突然間全部走 那富士通就帶了蘋果走的 是吧 Tesla就是唯一一家在做汽車 但是這個呢 有沒有載 有沒有新廠去大陸開呢 就真的沒有了 歐洲又是 今次德國又是聽壞了 你不會德國去到呢 一定要中國 你這樣 我們就繼續投資 甚至可以增加投資 習近平就不肯答應 所以這次又聽起話了 所以原來兩家半導體廠 德國願意賣給中共的 都沒有發生的 都拿回 就是大家談不成就退發 如果談得成 那兩家就賣給它 德國基本上呢 就願意繼續跟中共合作 但是有條件的 它的條件就是習近平無法接受的 這個就是事實 是什麼條件呢 就是叫它講人權 這些東西 還有不可以投資生產權 那這些東西呢 中國呢 就是死性不改 所以現在呢 基本上它是孤立的 跟拜登開國會沒有關係 那些政策不斷在加緊立 對付中共那些制裁 還在加緊立 那現在看起來呢 就是我羅斯特散了 就看了怎麼樣收貨 之後呢 就怎麼樣美國拿它 基本上拿它分解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提到的事